大家好,我是红鹤 今天给大家分享内部叙事当中的第七节 叙事呢,包含了内部叙事和外部叙事 内部叙事呢,有共八节 外部叙事呢,有四个体系 今天已经讲到第二章了 然后呢,第一步是什么?自制 第二步是叙事 那一共现在为止,我们已经讲了第十四个小节了 没有看权呢,大家一次来找自己以前的编号 那这个小节的话呢,是我人生当中一种感悟 我不知道我这种感悟啊,跟大家共不共鸣 我们内部叙事当中讲了很多 那第七天的话呢,我认为就是敬畏和感恩 你会想一想,如果一个人没有感恩之心 就不会懂得敬畏 敬畏是什么呢?敬畏是你看到了人家付出的真相 比如说,你如果看到了红鹤啊,通宵熬夜 然后呢,躺在西洋机上,西洋 你就会明白,洪鹤今天能够拍出每一条短视频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你会知道他背后付出了什么 所以当我们人生当中盲目的攀比别人 啊,洪鹤为什么你这么强 然后盲目的羡慕别人 甚至盲目的眼红别人,嫉妒别人的时候 你想一想,你吃过他那个苦了吗?你熬过了吗? 所以这就是敬畏,不敬畏的人是什么?是没有看到真相 一是没有看到这个过程当中的真相 第二是没有看到以死而带来的代价和后果 我们来想一想啊,在当今这个世界啊 社会的角色资源啊,特别是角色已经分级的不能够再 什么呢?再分级了 很多很多的资源和角色都已经占有了 你比如现在你有自由吗?你有资源吗?没有了吧 那么你想过没有,即便你现在的生活好了,日子好了 不抽吃不抽穿,你的孩子呢?人活这辈子是不是得留点啥 要么的话呢,还叫活过了吗?所以很多人竭尽全力都是为了自己的孩子 或者说下一代更好一些,能够得到更好的角色 如果我们这一代不努力,我们下一代下三代的角色永远翻不了身了 角色的固化越来越严重 所以呢,可能有的人理解不到,但最简单的道理 如果你不努力不极尽全力,你的19年2010年你都不 2020年你都不会好,是不是这个道理? 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如果认识到了这个后果 我们就会敬畏,有敬畏了就会感恩 因为你得到的任何一件事情都会感恩 红鹤是农村的孩子,每走一步啊 从进入社会当中每走一步 都是被人家用谈,用打击谩骂,嘲笑反讽 来挺过来的,所以没有人能够像我一样 今天踏踏实实给你们分享教材,还免费的 没有这样的,这个社会当中呢,很少像我这样的人了 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珍惜一下大熊猫级的唱的一个朋友 像林立佳的一个朋友一样,来爱护他一下 那么当你没有这种感动的时候 你的生活一定不会什么呢,有幸福,没有美好 因为你什么事情都不感动啊,都是什么呢 都是理所应当的,你比如说我儿子买什么玩具 我都跟他说,我说这来之不易啊 是爸爸妈妈用续汉买来的 所以我儿子做什么事情都会珍惜 不管条件怎么好,他要珍惜 那么你们有珍惜吗?你们珍惜过你们父母给你们的一切吗? 你们珍惜过你们的爱人吗?你们珍惜过你们的生活吗? 你们珍惜过今天能够帮助你的人吗?你们很多人都不珍惜 很多人都在索求,你为什么不帮助我?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在吗? 你他妈为什么不告诉我?你装什么袋呀?你看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思维和理论 所以呢,这句话总结出来什么呢? 就是说,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思维的掠根性呢? 黄克尔总结出一句话,叫做什么? 叫做人生有三大遗憾 第一大遗憾,年少时 没有严妇管教 就是年少无严妇管教 这是遗憾 第二是什么?中年无师父传授 这是遗憾 第三是,老不开悟而无德 这是三汗 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年少的时候 你没有一个严厉的父亲来管教着你 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 你到中年的时候呢?没有一个师父 德高望重的一个师父来带着你 言传身孝 指导的人 让你避免走弯路 到老了的时候,老耳不死则成贼嘛 你没有活明白 所以说我努力活什么的 活到,当我老的时候 我能够做到什么?有德 有厚度,有温度 然后做人厚道一些 好了,洪贺呢 其实从小啊,在农村 我父母的都是民办教师 后来转正了 他给我很多很多言传身教的一些 好的一些品德 算我有了一点点 后天和先天的一些德行吧 我父亲对我教育非常非常的严格 所以呢,小的时候也没少挨打 我能够坚持住做某一件事情 都有,有待于家庭 这可能是家庭的一个因素 所以大家想一想 当你的家庭因素缺失的时候 当你从小生活的那环境 缺失一点点的教养和修行的时候 那么你人到中年了 又没有一个好的师傅来带 你的创业真的是很难 创业是什么呢? 业就是经营你人生的能力 人生当中包含了你的事业 爱情、学业和工作 这四种啊 就是工作、事业、爱情、学习和家庭 都是我们的业 所以你要想经营好你人生的业 一定是什么?一定是这三点 好了,我们来解析一下啊 人品的正粮 是职场当中最核心的 创业也是 如果你创业缺少了一个粮食易有 这会让你什么呢? 有很多很多弯路 一路磕磕胖胖 付出太多的代价了 错失人生当中许多重要的机会 所以呢 我们把这一条呢写入我们的内部叙事当中的一个部分 第七条 我呢给自己呢写了一个小诗啊 然后呢也分享给大家 以表达了这段当中的一个小的感情吧 我看待许多年轻人如我一样 似完食 外表坚硬 却内心脆弱 作恶的不彻底 善良的却又不精损 你我呀 其实都是完食 婆说了几万年 无法改变的完食 这样我们通乔达旦的懊悔不已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共鸣和感觉啊 所以呢这段其实很简单 但是呢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良食一友的朋友出现 我恒恒愿意成为你们的朋友 但是呢不敢高盘成为你们的良食啊 希望我们能够由网友由这段视频成为朋友 由网友成为朋友 我们在生活当中 如果有一次机缘巧合 旅游或工作出差 见一次面啊 然后握个手 把酒言欢 甚至能够看星星数月亮 那个时候 也许是我们人生当中最大的收获 好吗 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啊 喜欢我 我是孙红鹤 每天呢都会给大家认真的分享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努力做到我人到老年的时候呢 不是那种劳尔无德的啊 劳尔不死折成贼的人 我希望我回过头 我的一生能够让别人评价 嗯 有点价值 很厚道啊 有点良知 这样一个人 也希望我能够做的每一件事情 对我儿子有一种荣耀感 当他提起这个老爹的时候说 嗯我爸爸是一个有正事的人 好了拜拜 拜拜 嗯 嗯 嗯